皇上万一有什么意外 奴才情愿以死相报 以不奴才失察之过 禀太后 京城的治安是臣的职责 出了这等事 臣难逃其咎 请太后责罚呀 皇上视你们为骨功 你们对皇上 也该骨肉连心吧 可是你们有何作为 就凭这一条 该不该打 奴才该打 好 这是你自尽处罚 休怪挨家 要是不伤筋动骨 你们是体谅不到 奴家此时此刻 心机如焚的滋味啊 先打二十大板 谢太后 太后 臣也有罪 请太后责罚 你就免了吧 谢太后开恩 谢什么谢 要是再找不到皇上的下落 就直接砍你的脑袋 太后 弘历来了 启禀太后 停停停 有何事啊 这咋的是何大人呢 那那那 还差多少棍子啊 上鱼石棍 那那 行了行了 二家现在没心思 跟你闲聊天 有何事 太后啊 不用急 不着急 等何大人挨完了板子 再说不迟 来 启禀太后 二十大关已经打完 他 皇上已见多日迟迟不见踪影 你居然很有心思想 你试何居心 何大人 若是皇上已经找着了 我还能像你一样 哭丧着脸吗 什么 你找到皇上了 启禀太后 小民不负太后之托 已经打听到皇上的下落了 你既然找到皇上 为何早不说 害得和我们吃板子 何大人 您挨板子 这不是太后的赏赐吗 我不能坏您的好事 再说了 就算把屁股打烂了 我还能给您 跌高有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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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历 你快告诉我 皇上现在在哪 宴下是否平安 太后啊 皇上她 她跟别人打了一架 受了一点皮肉小伤 不过您放心啊 太后 有弘历庙手回春之术 已经不大碍事了 现在啊 皇上吃了点止疼药 行动上有点不大方便 被我弘历安置在一个 妥善之处 明儿一早 她就能回宫 给太后您老人家请安来了 小伤 伤在何处 太后 您看您老人家怎么了 我弘历什么人 江湖人称火匾鹊 那是有起死回生之术之人 何况皇上受的 就是那么点皮肉小伤 这皇上 究竟为何事与人争斗 皇上她是 太后您自个儿猜吧 还会有什么事 准是为了哪个女子 太后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您自个儿猜出来的 带我去见皇上 太后 太后 依小民看 这事还是缓一步的好 等皇上明天伤好了 自然就会回宫来了 要不然您说 皇上脸面不好看 行了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跟着弘历去见皇上 记着 不许离开皇上一步 万一再出现意外 我饶不了你们 这 这 走吧 走吧 来 等等 和珅 带几个太医过去 带太医干嘛 太后 您让人家真不相信 我弘历的医术啊 弘历啊 你想到哪儿去了吗 哀家哪能不相信你啊 哀家只是 只是什么呀 不相信你又怎么样 你 你们 这谁都不相信 走 站住 你这有吗 站住 这小娘你们早餐呢 你怎么办 再也等他 还在还在 站住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噓 天机不可泄露 走 等会儿 嗯 我问你 你真的找着皇上了吗 你可得说实话啊 何大人 不信我您就回去 信我呢 您就跟着我走 走走走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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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这儿干嘛啊 这是妓院 里面是你相好啊 你说什么呢 何大人 这要让我们大媒知道了 那还得了啊 那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啊 嗯 什么意思啊 嗯 嗯 你是说皇上在这种呆子 噓 噓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何大人 近不近 你看饭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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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皇上能正在这种地方 嗯 在不在 何大人 咱们一去 不就知道了 嗯 嗯 皇上 嗯 小明回来了 把何事那么多带来了 是吗 还有什么人一块进来 一块进来 哎 哎 哎 好点 这儿 嗯 我 都才叩见皇上 臣叩见皇上 起来 是 皇上 怎么不说话呀 嗯 你们脸红什么呀 朕还没脸红呢 哎 皇上 奴才救驾来迟 请皇上赎罪 救什么驾呀 指着你们救驾 朕都死八回了 嗯 不知何人胆大包天 伤害了皇上 皇上略加描述 臣立刻点骑兵马 定将那大胆的刺客 呃 捉达归案 别大惊小怪的 刺什么客啊 嗯 他们连朕的身份 都弄不清楚 不过就是争风吃醋而已 朕也没让他们占什么便宜 这事过去了 别说了 啊 是臣遵旨 呃 皇上 呃 太后非常惦念您 令农才带几个太医来 呃 还是请太医针断一下 以免太后担心 叫他们进来吧 哎 都进来吧 这干什么呢 敢急呢 这么多人呢 留下一个其他都回去 哎 好 你留下 这是这 这 这 也没你什么事了 啊 既然活生都已经来了 给你放假回家干老婆去 谢皇上 哎 你们俩还在这儿干什么 出去候着吧 呃 这 哎哎哎哎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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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干嘛呀何大人 我问你 皇上真的一直住在这里 那你说皇上住哪啊 好了好了算了 反正问不出实话来 哎 告辞了